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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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胎盆在正常的位置 多數是子宮的上端 上面 子宮前置 它走到下面 其實剛剛在子宮的出口那裡 那是最危險 因為子宮慢慢漲大 那個子宮的口慢慢一開 那個胎盆就不是黏著子宮壁 那裡嗶嗶聲就流血 跟子宮壁分離的胎盆 它出血的機會又大又快 如果很危險的 那個胎兒突然間沒有血液 它又會死 那個媽媽一路不停出血 沒有人理它又是會死 可能是一絲兩命的 那如果知道是有胎盆前 為什麼在醫院觀察呢 一有時立刻有醫生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以你的同事 陳陽斌這個案子 這個個案為例 你覺得他有沒有濫用了公共資源 聽他自己 他也有個理由 但如果是真的話 那就說得通 其實醫生是絕對 有一個最情權 是一個病人的方面 譬如排隊方面 很多時候是一個主要決定 看看這個臨床需要 是不是比較強